好那么花莲总共有13500剂的疫苗 扣除了第一到第五类施打对象之后 其余则是针对县内85岁以上的 部落族人以及95岁以上的社区长者 也即将是在16号开始 就近在卫生所来开打 那么中区的光复瑞税以及丰冰三个乡镇 总共有421位长者 意愿接种疫苗 那么卫生所今天也都已经准备好了 中央配给花莲总共13500剂的AZ疫苗 在扣除第一类到第五类总共10624人的施打人数后 县政府则针对县内85岁以上的部落族人 以及95岁一般的社区高龄长者 16号起优先施打 我们经过了相公所协助调查 我们的原住民90岁以上的原住民 还有90岁以上的长者 还有85岁的原住民 加起来总共有92位左右 那目前的话以卫生所施打为主 那因为因应人潮的分流 还有有些民众真的很远 所以有一部分的长者 我们有合并巡回医疗做施打 像比如说复民复兴复山村 还有五鹤村的部分我们会到巡回医疗点协助施打 而中区三项镇符合施打资格的高龄者总共有613人 而经过相公所意愿调查 秉除急在人不在的因素 乐于配合接种疫苗的人数分别为光复箱270人 瑞瑞箱有81人 封冰箱则是有60人要接种疫苗 由于施打地点多以卫生所为主 而至于偏远聚落的长辈 除了部分由卫生所搭配巡回医疗在下乡施打 三乡镇公所也在县府的协助下 也都备有幸福巴士或富康巴士等等 来供长者搭乘接驳 那幸福巴士如果还没有办法来完成 指定的时间施打 我想我们公所的公务车 那甚至我们村长我们都会动员 16号起花莲中区三乡镇 总共有421位长者愿意接种疫苗 三乡镇卫生所也在今天都已准备就绪 希望明天开始的疫苗施打作业能顺利进行 在疫情严峻的当下 让花莲高龄长辈能多一成的保障 记者是玉兰综合报道 不舍 柯 优优优行